星光叛毒,英府挥舞加税大刀,移英港人亦走不掉,作者赤秋后。 正所谓新冠上任三把火,在英国要上比国民新鲜感,最简单直接就是推翻上任的政策方针,即是推翻卓慧斯搞到满城风雨的减税政策。 同英国首相新委城谈点数的财相侯俊卫,在17日推出了规模550亿英镑的新加税货削减开支方案,填补英国国库大概600亿英镑的大吞。 在英国在呼吸自由空气的移英港人,你们的银包可能越来越贬。 侯俊卫这份秋季财政预算案,可以说是向卓慧斯经济学say no主打开源折留,不再做大花灑。 其中开源折留方面,侯俊卫大幅调高有报理税之称的能源利润征费,从现在的25%增至35%。 另外,明年1月1日开始,临时征收电力生产商,45%税率,移英皇友看来要再镜石点用电。 至于英国打工仔关心的个人入息税率,不好意思, 侯俊卫要将入息税最高税率年收入门栏,由目前15万英镑下调至12万5140英镑。 虽然不是很多而英皇友有那么高收入,但怎么会有挂。 看回这次财政预算案,新卫石政府其实是想在高收入人群方面开刀,英国商界领袖。 英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丹克尔就向媒体表示, 看不到这份新财政预算案有什么重整经济的计划。 他还警告,如果劳动力短缺和欧盟经贸争端等问题解决不了,英国经济未来十年可能会陷入沉睡状态。 过去十几年,英国GDP好像吃了猪油膏一样停滞不前,再遭遇新冠疫情更是衰多两前重。 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,截至10月,英国公共部门证债务已高达24599亿英镑,相当于GDP的97.5%, 是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税准。今年10月,英国的通胀率同比升至11.1%,创41年来新高。 侯俊卫表示,明年英国GDP可能会缩水1.4%。 哇,说成双位数的通胀率,而英港人如果觉得现在的香港不再适宜生存的话, 未来你们的英国退休生活可能是地狱级,没事的,捱一下洞,忍一下我,有得在英国就够了。 英国国内经济低迷,生活成本高得吓死人,甚至冬天开暖气都要就住就住。 80后,新卫城想要make大不裂,Dean great again,可能比拜登想搞好美国更难。 不少疑英港人已经生活艰难,现在还面临被英国政府加辣割育,真是阴公珠罗。 新上任一个月的新卫城酋除满志,想着大杠一场,但拿着一手烂牌,本合觉得他有心也未必有力, 有钱才有得大杠。财上侯俊卫这份财政预算案,实是新卫城同意先推出。 而英港人在祖家中世伏,估不到和自己的幻想相差十万八千里。 今次加税方案都关你们事,没得避,不过都别怨啦,就当是享受自由空气的消费税啦,值回了。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,记得留言,赞好,分享出去,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, 按下这个小钟仔,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啦。